头条新闻我们要带您关心 检调侦办新北市中小学营养午餐的回扣弊案 在昨天深夜漏夜讯问了四位校长跟一名业务员 其中后浦国小的校长李应宗跟卢州国小的校长柯奋 因为情节重大有串供之余 现在是裁定收押境界 另外呢两个校长是以一百万元交保 这个案情越滚越大 还有校长说收取回扣是历史共业 到底有没有设设计是营养午餐回扣 拿了不该拿的钱 检察官约谈的四名新北市的国小校长 其中后浦国小校长李应宗和卢州国小校长柯奋 因为涉嫌重大而且有勾串证人的疑虑 检方生涯获准 两名校长收押境界 另外两人各以一百万元交保 各两名校长又有坦诚 部分的收贵犯行 检察官认为没有积压境界的必要 所以各以一百万元交保后船 第一次搜索查出六个人涉案 这次又增加四个人 案情越滚越大 但竟然有校长说 招标前收个几十万 之后再按每位学生收取三到五元回扣 是历史共业 不认为自己已经犯错 例子当前 校长没有自我规范回避 检方不排除有第三波行动 不过也担心大到货府一查 未来会出现校长慌 也呼吁校长能够出面自首 换取减刑或面刑